你的男朋友在哪 很多人会觉得陈关系已经结束了 或者没了 我没有放弃 其实我天天都在工作 只是你们看不到 就六七年没来了 就昨天刚到就去了吃 去吃早餐 豆浆啊 小龙包啊 然后去了小龙面 我最喜欢的一个餐厅 心情很好 可能你六年没见我 所以 你几岁 我六岁 这六年就陪着他 这女人知道爸爸是大明星吗 我知道了 你才是明星吧 对吧 你是个星星吗 你也是个星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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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有很多人认出女儿 对啊 有一次在日本在逛街的时候 听到一个人认出她不认出我 就 然后就 然后看 关系 没有 她也 她也 就 没有很怕人啊 所以 我觉得她也蛮开心的 对吧 对啊 你觉得女儿长得像你的老头多一点 就看表情吧 就比较像树培吧 她有对你说的 是什么比较贴心啊 地上的程度 那种 好的事情 今年年头 我有一个很close的一个朋友 就过生 我收到那个那个电话的时候 我就开始哭 然后她就过来就跟我讲 但 OK I'll always be here for you Heart melt 熔掉 她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不过她真的 是个非常乖 非常有爱情的一个宝宝 现在 我第一个工作就是做爸爸 所以 就认真一点 希望可以培养 培养好的 Hey where's your boyfriend 没有啦 我经常也会跟她开玩笑 因为她其实比较喜欢跟男孩子玩 你比较喜欢跟男孩子玩 所以我经常会跟她开玩笑 我说你的男朋友吗 然后她说没有 我只有一个男朋友 然后我说谁 然后她说你啊 我 我 很爱拍电影 如果台湾有导演要找角色 我 我有时间 没有了 其实我在美国一直都有去Casting 只是不知道为什么拿不到那个角色 我坦白说 美国的Agent 我的经理人就说 有什么角色你不能拍吗 然后我说就爱情故事 因为爱情故事对我来讲太难了 因为现在我太爱树培 我太爱来 如果有轻轻的有一个女朋友在旁边 我说OK 如果真正的那种 的 的 的那种爱情片 我应该不会演的 因为我 我觉得我 应该演得不好 我让你爸爸拍爱情片吗 没有 可以我拍一个爱情片吗 是的 可能08年的时候 很多人会觉得陈冠希已经 已经结束了或者没了 我没有放弃 没有 就迷路 迷方向 所以我就相信我自己 然后就真正的努力努力 就很多人看我的Instagram 觉得我天天都在放假 其实我天天都在工作 只是你们看不到 那 我很开心 有一些歌迷 我的粉丝一直支持我 那要谢谢他们 真的要感谢他们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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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